你有地方住嗎 沒有 沒有 綁馬尾女子待坐銀行ATM 沒有家當只帶一支手機 她不是遊民 而是之前轟動全台野孫戀的 女主角林靜恩 被台中兩間飯店業者指控 雜電鬧事 其他的員工有聽到她房間有巨響 因為那一台電視 其實因為我們剛換行 剛好也有客人弄壞 然後換行之後她入住 然後又壞掉 林靜恩從去年12月27號 先入住台灣大道三段一間飯店 將近四天 失控砸毀電視被業者趕出去 賠償兩萬元拿得出現金很阿薩利 跨年當天又到另一間飯店休息 但業者聽聞她失控行為 退廢卻被虎腳蠻纏決定報案 她把她帶走了 可是她又回來 奇怪的是面對記者關心 卻說自己身無分文 你有需要幫忙嗎 需要 你需要幫忙 而且你身上沒有錢 音樂人李昆成 四月因大腸癌離世 兒子李卓軒曾經和後母林靜恩 因房產問題公開撕破臉 後來達成協議 林靜恩獲得完全的房產所有權 李昆成兒子怒嗆 林靜恩把房子賣了 每天住高檔飯店 這次連鬧兩間飯店引起關注 東塵新聞菜들 還是請要詳戶首 coincide 東燈新聞蔡聯亞 天父的好,全天的高知的高度,天氣的旁邊的好,不要緊的 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 好解,幫你好解,幫你好解 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 好解 首先跟我說,好解 好起來,我再來處理這裡 你不要說,你不要說,不要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文章中写下 爸爸李昆成结婚证书根本就没有写好 没想到林静恩在当时已经预备写了好几份 还拉着李昆成的手盖指纹 但当时李昆成早就没有行动能力 李卓轩爆料林静恩不只要夺走房子财产 甚至还未造文书 把银行户头里的救命钱都领光了 甚至连车子都卖了 李卓轩表示林静恩确定遗产过户之后 就躲起来必不见面 遗产税不处理房贷也不缴 每天就是在家里打电动 而且十年来两人根本就没有谈恋爱 因为李昆成一直被林静恩使唤 洗衣服煮饭赚钱 甚至常常爆发争吵 邻居表示常常会听到争吵声 李卓轩指出爸爸李昆成也很痛苦 但林静恩因为家人都不跟他联络 所以没地方去 李昆成只能申请四笔贷款 负责两人的房贷 水电 生活费 看着爸爸以往意气风发的模样 李卓轩坦言看得很难过 强调自己的控诉都是有证据的 已经把事情全程交由律师处理 暂时不方便出面受访 至于被指控的林静恩 现在也没有任何回应 昔日的延孙恋看起来表面甜蜜 如今延伸出的风暴却越演越烈 都是新闻的廖志贵 SNG小组综合报道 资深音乐人李昆成 在今年四月因为大肠癌病逝 他的儿子李卓轩 昨天27号透过父亲的脸书账号 控诉林静恩过去的夸张行为举止 李卓轩提到 当时被通知去签爸爸的弃切同意书 问姑姑为什么这么晚告知 姑姑回应 基因怕你来争产 因此阻挡李昆成联系他 直到后期丧失了语言能力 要签妻切同意书的时候 才终于被通知 李卓轩还暗酸林静恩 每天帮爸爸按摩手 只是因为这样 才有办法让爸爸立遗嘱 分产产给他 好 好 在綜藝節目上甜蜜走紅毯的家偶 就是台灣現在最知名交往的四年多的爺孫戀 61歲音樂人李坤成 以及她才20歲的女友林靜恩 靜恩每天早上都會坐第一班公車就到我們家 然後晚上天黑的我才開車送他回家 本堪日前在松山機場巧日之類的爺孫沛 而且赫然發現已經過了耳順之年的李坤成 老當益壯竟然破腫成功 從林靜恩微凸的肚皮看來 他似乎已經有了幾個月的身孕 只不過哎呀可惜了 肚力的小寶貝將來恐怕沒有機會 給外公或是曾祖母抱抱 我沒有年老了啦 我沒有年老了啦 我們探訪林靜恩在台中的老家 前來硬門的阿嬤毫不諱言 在林靜恩與李坤成交往之後 家裡就已經當作沒有這個孫女 你家裡是女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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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和親情間 林靜恩做了選擇 她的家人似乎也是 在訪問中她的父親告訴我們 李坤成其實一開始想接近的 是林靜恩的姊姊 但由於林婦再三提醒長女 離李坤成遠一點 讓李坤成沒有機會下手 只要轉而對林靜恩展開熱烈追求 而兩人在一起之後 父親對女兒的失望和不諒解 完全表露無遺 我以前經常跟出一個諒解 每一錢喔 每一錢拿名字 估計都會上錢 但因為她有修飲不到的名字 林靜恩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就分居 而且父親似乎向來對她相當嚴厲 我都會離家出走去找媽媽 爸爸討厭我的原因之一也是 因為爸媽感情不好 然後我又一直去找媽媽這樣子 比如說我跟我媽媽住 媽媽從來不會講爸爸家的事情 但是我反而回爸爸家 爸爸會一直講媽媽的壞話這樣 那所以現在是不是林靜恩 自己也準備當媽了呢 我們詢問李坤成 她宣稱小女友並沒有懷孕 最後林靜恩也在臉書上說 我們拍到的照片 根本不是她跟李坤成 Well 要說這女生不是林靜恩 我還勉強可以接受 畢竟林靜恩也才20歲 但照片上的女子看起來已經30出頭 不過 要是說旁邊這個 一樣髮型 一樣髮色 一樣臉型的男生 也不是李坤成 那只能說 我也真的是最冷 穿著女生的陳絲 求一遺失 傻子 立刻 上一個三個字 這是靠主 在靠主 上一個大舞的 就是靠主 、Vを奮上以下 可命之下 靠主 一時 要做 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